因為開刀完之後 大概現在已經過五月了 然後我自己很認真在做複見 我大概花了幾十萬做複見 然後還有資料 所以到現在我覺得今天跑步 早上跑步的狀態都還蠻好的 所以我就一天 製作單位一直有跟我講說 只要我運回來他們就會給我結婚 所以我就回來了 我之前剛好那時候天巡者在播的時候 播之前我都會看到全面新運動會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節目是很特別 然後又是運動的人會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也很愛運動 所以這一次有這個機會就是榮幸被邀請來 我就覺得在我還可以 體能狀態我覺得還可以的時候可以來參加 我覺得是一個自己蠻想挑戰自己的一個機會 挺的一直都OK啦 因為其實我平常就是就有在跑步啊 或是健身的習慣 所以基本上目前的強度還可以 後面我不知道 你有特許嗎 就是參加的經驗嗎 因為其實我從確定要來錄 其實到開錄大概才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所以在一個多禮拜 我大概練了三天 就是因為要習慣一下可能釘血啊 或者是跑道的這個感覺 皮膚跑道的感覺 所以也有練了三天這樣 今天很多人都讓我驚豔了耶 王子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真的 蔣哥也很厲害 我又不能透露太多對不對 但是他真的我嚇到 我覺得因為開刀完之後 大概現在已經過五月了 然後我自己很認真在做附件 我大概花了幾十萬做附件 然後還有資料 所以到現在我覺得今天跑步 早上跑步的狀態都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製作單位一直有跟我講說 我只要我願意回來他們就會給我機會 所以我就回來了 但是我不是很想跟我們同一隊 因為之前前幾年我們有同一隊過 但是結果不是很好 且善呢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在不同隊的話 也比較多火花 對 因為我跟他熟 所以我可以嗆他 他也可以嗆我 所以我們 我覺得這個會可以就比較緩和一下 兩隊比較有火藥味氣 昨天受傷 嗯 昨天受傷 對 嗯 一點點啊 但是就人痛過去 就影響到0.002 差不多 對 記錄已經被破掉了 被第二擊破掉了 我講一下昨天我受傷是因為 大家就 其實製作人都有說 比賽前一天千萬不要再去運動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讓肌肉放鬆 然後我去運動中心的散衛床 泡散衛床 讓肌肉放鬆 所以我就走走走 我要放東西到階梯上 然後腳就不小心掛到石頭 然後就噴起 我就趕快去 一擺一擺的去找救生員 我說救我 我一定會這樣救我 然後他 三四個救生員 就幫我包紮什麼消毒啊 說你這個 我就說我還可以游嗎 我還可以下去嗎 他說不要不要 那個血會染到那個 游泳池裡面 然後 我就 其實他們都很熱心 然後 包完之後 就問我說 你不是要錄影嗎 結果我被認出來 就很尷尬 因為 沒有人在那邊踢到石頭有些 就是我 很特別 對 那邊踢到石頭有些人 都過了 這個 不難 一點 激 所以 我們